它的CV值非常的高 我這樣只買兩支手錶 我的荷包其實沒有傷很多 而且我覺得它可以戴很久 也可以有一種互相串綿的這種感覺 是一個我覺得蠻適合送給情侶之間的一個小禮物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璇 讓我來介紹一下我這一次送給我男朋友的情侶對表 RS 璀璨之星的這個手錶 而且他們送來的時候是整個set給你 你看是一個盒子打開 你不戴的時候也可以放在裡面 我真的覺得超美的 那我這一次選的是 《汗為愛情》 試跳的這一款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的百搭 它分別是這種黑色跟這個粉霧 玫瑰金色 它裡面的這個 下一個小圈圈是裡面的指針是真的可以動的 它分別有那個24小時制 還有時間跟日期 所以就不用擔心它是假的 它是真的 我會選擇這款玫瑰粉霧金色 其實拿到的時候我覺得它顏色真的很漂亮 它是這種帶著柔柔的粉色 然後又有一點微微的珠光的這種金色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它很低調但卻不是質感 但我穿這個衣服 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他們這個錶帶呢 是采補鏽鋪設計的錶帶 它這種我覺得它很方便是這種扣環式的 放上去然後這樣扣住 我覺得它非常的保險 又不會掉 接下來呢我要介紹黑色的這支手錶 我也覺得它非常的好看 因為它不只有男生可以戴 我覺得中性一點 或是說比較喜歡黑色系的女生 那黑色我覺得非常的適合他們 這個雖然是黑色 它裡面的指針是有那種玫瑰金色的耶 我覺得它這個金色代表的意義非常的好 是因為它給你一個黑色的錶帶 黑色的框裡面卻有玫瑰金的顏色 就好像男生把女生的另外一支錶 放在人欣賞的感覺耶 它的意義非常的好 雖然我是女生 但我也可以戴黑色的 不只有送給情侶 它其實送給你的好幾姊妹 搞不好它是那種比較愛運動 比較酷的女生 那我覺得他們一定會非常喜歡這一把手錶 因為他們這種都是走件 因為質感 顏色比較簡單的 男女其實都可以戴 重點是它的CP抽非常的高 我知道只買兩支手錶 我的荷包其實沒有傷很多 而且我覺得它可以戴很久 也可以有一種互相串連的這種感覺 是一個我覺得蠻適合送給情侶之間的一個小禮物 所以你不用擔心 送禮的時候沒有紙袋 他們是一整組全部拿來給你的 我真的可以推薦給大家 他們真的非常的好看 那喜歡的人 趕快去他們的商場購買唷